Hello 大家好 今次的影片想講解一下 在2月12日Pokemon終於出現了Pokemon Home這個軟件 這個軟件可以給大家傳出一些舊世代的精靈上來 我們就看看吧 其實今天看的都是很基本的 因為我還沒有透過整個運作是怎樣的 不過我還是講解一下吧 首先在Pokemon任牽堂的商店 下載了Pokemon Home 然後進來了 這個軟件可以給你傳出以往的GAME的精靈 有這個新門和這個高都可以 但要留意的就是它有一個升級系統 升級系統是怎樣的 我們率先講一講吧 這裡有一個叫轉移的選項 由任天堂VDS帶精靈過來 我們按一下 基礎方案是沒辦法使用這個項目的 就要切換到進階方案 就是課金 課金升級你的會員 把你的會員升級到進階會員 你才可以使用這個VDS 轉精靈去到NS的系統 但不要緊 我在這裡一會再看 看看這個精靈 這個精靈按進去就會選擇給你連動的軟件 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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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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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顯示在這裡 但我那個save不見了 所以你會看到遊戲時間很短 三隻圖鑑 但這個Pokemon劍盾就有四百隻圖鑑 先看看 這裡我們可以這樣按 這樣按 那就與這個遊戲軟體連動 好 你會看到左手面就是劍盾裡面的圖鑑 劍盾裡面的圖鑑色位是很完美地展示出來的 有什麼色位呢 你一眼就看得到 什麼... 暴力啊 小木靈啊 這些啊 然後就... 大概是這些啊 然後左手面呢 左手面呢 就是這個Pokemon Home的一個... 利用有的精靈啦 其中一隻呢 就是一隻是美加超啦 還有另一隻就是奇異種子 他一開始呢 奇異種子呢 奇異種子是怎樣拿呢 就是你要去到手機版的Pokemon Home 手機版都有一個Pokemon Home的 那你按進去吧 OK 等等啦 那你下載之後呢 他會叫你選一隻你想要的精靈 應該是小火龍 奇異種子 以及車利龜三隻啦 還有他那個特性呢 他的特性呢 是夢特性來的 你會見到左下角呢 他有寫到精靈的資料啦 性格呢 就是內臉特性 就是葉綠素啦 那麼葉綠素就是奇異種子的夢特性來的 那所以其實也有用啦 好 那就可以這樣傳過來啦 隨便找個位置放低它 就可以放在這裡啦 放在這裡啦 那基本上就已經傳了進來了 那這一隻比加超越獅子都可以傳過來的 沒什麼所謂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的 儲存後退出啦 OK 那待會就會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進去劍盾的畫面 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這個進階方案啦 進階方案就分一個月三個月和十二個月啦 分別三十、九十和三十五天 我們看看三個月的方案啦 那看看它的價格是多少啦 我都不太記得啦 那價格九十日六百日 六百日 六百日其實也不是很貴的 六百日是多少錢啊 六百日應該是說... 三十多四十元左右吧 三十多四十元左右 其實也不算很貴的 嗯... 不過其實老實說Pokemon Home這一類的銀行 其實真的用一兩次就應該未必會用 因為你把精靈的狗世代傳過來 還有需要要去到... 繼續用嗎 我不知道 那看看一年有多少 那看看一年有多少 一年應該預約八多元啦 差不多啦 差不多八多... 八多元啦 八多元 算不算很貴呢 普通啦 不過... 照這個走勢呢 你看到Pokemon其實越來越多DLC 其實變相呢 是說... 現在一隻遊戲... 即是如果舊時出的DLC 即是二百元啦 六月一個二百元 然後再算上這個銀行 其實也三百多四百元 即是跟一隻新遊戲沒什麼分別 OK 那大家自己衡量要不要買啦 我自己就沒決定買不買 雖然我說沒什麼用 但可能遲些會買都沒頂 現在我們就回去... 看看Pokemon劍盾到這裡 Pokemon劍盾 嗯... 就給大家看一下傳導過來的效果是怎樣啦 今天就... 現在是12號的下午1點鐘啦 就看一下... 其實已經看到Facebook很多的群組已經在... 瘋狂交易中啦 瘋狂交易中這個... 球種的御三家啦 球種的奇異種也不是車利貴的 那大家有興趣其實都可以去到交易啦 但未必一定要去到... 未必一定要去... 連動這個Pokemon Home 好 我們看看奇異種子在哪 對 奇異種子到我啦 奇異種子這裡 幾乎相當好 應該是... 對... 20多的總數值啦 那麼... 比加超就相當好 沒有特別啦 最特別應該是他的出生地點 應該是... 對啦 出生地點就是Pokemon Home 這個的... 命運... 命中注定相遇 奇異種子也是啦 奇異種子應該也是啦 內臉性格啦 就... 經歷過命中注定相遇 這個內臉其實也挺漂亮的 這個屬性 這個內臉其實挺漂亮的... 欸... 這個性格 內臉這個性格其實不錯的 我不知道他這個性格是隨機還是怎樣 都... 挺方便啊 但是男生... 不要緊 都OK的 OK 沒什麼問題的 OK 那麼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那麼今次呢 Pokemon Home的一個測試去到這裡先啦 那麼首先呢 都簡單講一講啦 首先你要下載的就是手機把Pokemon Home啦 NS的Pokemon Home啦 對啦 Pokemon Home 還有最好呢 如果你有Let's Go的紀錄那就更加好了 因為呢 你Let's Go的紀錄呢 可以... 將Pokemon Go的精靈傳過去去Let's Go 然後再由Let's Go傳過來劍盾 玩具話說呢 其實真的可以用到的是 美六坦啦 還有一些... 呃... 非... 加勒爾地區的精靈啦 譬如什麼達摩弗弗那些 但是我不知道黑白是不是出了沒有 我不知道Pokemon Go出了黑白沒有 因為我自己很少玩 還有什麼小火馬啊 那些都可以傳到啦 什麼太陽珊瑚啊 那一堆... 什麼黎巴魚 黎巴魚都是黑白的 呃... 對啦 大概就是這樣啦 什麼超夢夢的其實都可以傳到的 只要劍盾裡面有這個... 就是有這個的資料 其實都可以傳到啦 但是實際上有些什麼呢 我就真的不太記得了 因為我之前有個表呢 就... 寫了出來的 但是我忘記了 OK 那這次的影片來了 這裡才我們下次... 繼續講講Pokemon 關於CokePokemon的事情 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請給我按讚 還有還沒訂閱幫我按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